這個有三十多年扭令的屋苑 是近期熱門的二手上車盤 究竟更加不夠實用 新入伙當然想來個全面大翻身 今次設計單位在大角咀 我們計算這個單位 實際可用的空間是312呎 今次隊長的護主是一對夫婦加兩隻貓貓 今次護主有五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是廚師要好用 第二個要求是在飯廳裡有飯桌 第三個要求是可以收買貓廁和活動空間 第四個要求是一個五隻床 第五個要求是有一個工作的位置 我們有一個好大的改動格格去捕捉它的要求 現在這個位置正正就是走廊 原則這個位置有牆身 現在把牆身拆掉 也將舊的廚師對調 而浴室在這個位置我們推進去 而偷了這個空間出來 其實就可以讓護主放鞋、物品和儲物的空間 客廳我們用了木紋磚 而走廊我們正正就用了灰色和幾個圖案 既可以區分兩個空間之外 又可以有一個對比的感覺 因為今次護主都想要一個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們用了木紋就灌出整個浴室 這個舊底原則是浴室 現在我們就變成一個開放式廚房 其實我們這裡就沒有加任務行門 唯一想做到就是可以這個位置空間大很多 不會有壓迫感 底其實都是一個熱水爐 其實是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既可以收起來 亦都可以放到東西 在這裡其實我們用了大量的木色 比較溫暖的顏色 我們想做一個自然 比較舒服 令人家有一個家的感覺 由於想客廳有多些活動空間 所以選用了伸縮飯桌 我變了一張飯桌 飯廳的位置 我們其實今次因為護主有兩隻貓貓 我們選了一些物料 都是針對性 貓貓沒那麼容易整爛 你見到其實這些位置上 我們有些防火膠板 會內用一點 沒那麼容易花 另外其實你見到這個布 其實是專門給貓貓用的 在一個刮、掩飾、打理上 會更加方便 更加耐用內容 這個位置亦都是給貓貓的 其實會有一些層板 可以讓牠跳 可以上去 可以讓牠活動 其實在裡面的話 我們就增加了一些燈帶 其實都不會將電視外露 會令貓貓很容易被捕到 而貓廁所的位置 原來藏在座位底 由於這個位置都是一個 進入了門口之後 其實你會經過房間 我們就盡量用一些圓角位置 你見到這些旗邊 感覺就不會有一個 很容易撞到 舊的原跡 正正有兩個門口 就對著大門口 其實感覺就好像有些直衝 不是那麼好的感覺 我們就把門口改在旁邊 就用一個暗門去 看上去會更清 利用我們就增設了一個儲物櫃 和飾物櫃 回到來你都會見到這個櫃 感覺就會好很多 一推開這個暗門 其實就見到一個書房的空間 由於原跡 其實就有兩間眼鏡房 其實在於視覺上都不好看 以及裡面的空間都不夠大 現在我們將房裡拆除了 就用一個七三的比例 就有一個房中房的設計 既可以並存到五呎床 之餘又可以增加到工作台 書房其實還有另一個功能 另一個功能呢 其實我們就收了一些衣櫃在這邊 可以提高它衣物的儲物容量 以及我們做了一些白染 遮到冷氣機 令到它的視覺上看起來更加整體